摸水泼到衣服上 衣服却崭新乳畜 一瓶水浇在纸上 水却像珠子一样散落下来 是水的问题 还是衣服和纸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荷叶就知道了 平时看到的荷叶总是非常干净 一盆水泼上去也能保持地水不沾 然而把它放大后你会发现 看似平整的荷叶表面 其实分布着多重超微结构 这些是5到10微米的乳畜 它们之间的间距约12微米 并且每一个乳畜上都长着许多蜡状吐气 它们就像给荷叶铺了一层保护膜 能防止液体浸湿液面 并且就算有灰尘落在荷叶表面 也同样会被这些凸起挡住 等到雨水一来 水珠滚的同时 它会把液面的灰尘带走 所以你会看到即使清明大雨过后 荷叶表面依然能保持洁净干燥 这种自尽能力叫做荷叶效应 也叫输水效应 类似的还有蝴蝶或鸟类的翅膀 把它放大后的结构与荷叶非常相像 所以利用这种原理 人们造出了防水的衣服 纸张 甚至建筑材料 那如果用这种材料做双鞋 你知道会拥有哪种蜈蚣吗